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孤鸿鸣 刘诗培 黄侃 陈汉章等旧派打架 这当中任何一人的资历和名望都远胜于梁树名 从新派到旧派 北大的教师们普遍对他的思想和做法不以为然 有人不屑 还有人迷惑 只有胡适接招与他论战 两个人同在一座楼里上课 胡适宣扬西方文化 杨树名称颂中国文化 两个人所讲大意气调 有学生好奇 向老师发出疑问 胡适便公开议论 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 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 岂不笑话 梁树名却也毫不示弱 顺口对质疑的同学说 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 正犯着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带的毛病 我一直就是说 胡适的长处就是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非常能够影响人 他的缺点就是浅 但是这个浅就正好是能够吸引人 你深了就不行 但心气特高的梁树名 有一个望年教 就是同在哲学系任教的杨怀忠 梁树名常到杨家拜访 梁晚上到杨家 常有一个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 彼此相识点头 寒暄几句 并不互报姓名 梁进客厅 自与杨怀忠交谈 这青年却从不加入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与梁树名同更 1937年7月事变爆发 梁树名从农村走回了城市 被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 他是主动 他这一生都是主动 并且他甚至这样说 就是说 我从来不做不重要的事 就是我只选择我认为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第二年 梁树名只身前往延安 在延安 他又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梁树名的第一句话就说 梁先生 我们早就见过面了 您还记不记得 那时您是大学讲师 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您常来豆腐池胡同 杨怀忠先生家串门 总是我开大门 后来杨怀忠先生病故 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当晚两人彻夜轻弹 但在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 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它是不容易价值对称 不容易价值分析的 它是中国之够以来 是最正义的分斗 正义的分别 没有什么价值矛盾 半个世纪后 梁树名仍清楚地记得 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 他说的头头是道 入情入力 使我很是佩服 可以这样说 几年来 对于抗战必胜 以至于如何抗日 怎样发展 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 使我幸福的谈话 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蒋介石的讲话 文告我听过 看过多次 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涩的 却没有像毛泽东这一次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延年回来 梁树名辞去国民党参议员的职位 与黄元培等人 在1940年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试图与第三者的中间立场 调节国共两党冲突 梁树名说 旁人就误以为 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 其实不对 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 是什么呢 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 合作建国 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 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 这个想法最早发生于1917年 他去了一趟湖南 回来 他感受到那个时候军阀混战 给中国造成的损害太大 老百姓生活太苦 他就写了一篇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他第一次提出来 就是说不能让有枪杆子的人 就这么随便拨弄我们中国的命运 中国普通老百姓应该说话 应该有声音 但震惊中外的湾南事变还是发生了 新四军军长叶廷贵 七千余名将士 刚刚成意的民盟 为了争取合法地位 决定到香港创办民营机关报 于是 梁树民只身飞往香港 创办了光明报 他一直说 我不甘于做学者 而总要行动 这是他一生就是这样 在香港办报也不容易 开天窗是报纸的家常编范 还有人来替蒋介石做说客 一天 杜月生邀梁树民吃茶 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 于是 有人说 梁树民的性格 从来是认准的路 一定要走下去 不管会发生多大危险 也不回头 可三个月后 梁树民却不得不离开香港 1941年12月 海军阳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 光明报夭折 从日军屠刀下逃生的梁树民 给儿子写信 我不能死 我若死 天地将为之变色 历史将为之改折 这原本只是私底下说的佳话 偏偏被他的朋友看见 还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 这引起了非议 说他太狂了 一个一心复古的旧式狂人 甚至有人说他是不是疯了 梁树民回答 狂则有之 风则未也 多少年后 当梁树民完成他一生 最后一部重要著作 人心与人生 却给朋友写信道 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报复 他认为产发中国文化的价值 把中国文化的价值 产发出来给全世界 能够把它说出来给大家 只有他自己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使命感 抗战胜利后 国共双方在1945年10月10日 签订国共两党会谈纪要 宣布坚决避免内战 在一年后的10月11日 内战还是爆发了 这天 梁树民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 见周恩来 他仍然想促成国共继续和谈 但次日清晨一下火车 却看见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寇的消息 他惊叹道 一觉醒来 国平已经死了 暗杀于恐怖不妙离 民盟成员李公璞和文一多先后被暗杀 大日太日公开会地跟谈谈谈 你们这个国民党靠谈谈的统治 你们肯定要灭亡的 你们用两口子弹打死了李公璞和文一斗 你还有第三口子弹吗 我在这里 梁树民没有等到第三颗子弹 却等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告示 我父亲当时是秘书长 于是他就实际上就参加了这个军事停战的调停 那么当时呢 这个马切尔和斯特雷登呢 就说哎呀 梁先生是中国的干地 就是说别人参加这个停战和平运动 都有自己的动机 但是梁先生没有 他真的就是要和平 1949年来到了 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 清新共产党的 响应共产党的召唤 北上共商建国打击 倾向国民党的 则去了台湾 还有一些人既不留大陆 也不去台湾 他们到了香港和美国 唯独梁树敏留在重庆的北辈 那里有他创办的宣扬儒家的缅人学院 他还是要守住他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 他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 就是中国对他来说是太重要 不可能离开 而且他不认为 他不认为他和共产党会合不来 世事转移 命运的变化 常令人难以预料 1953年9月 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 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 梁树敏在会上发了言 人可以要关心农民 因为共产党靠农民得到提供 一家农民还没几步这样上来 不然供应 他们真正发生做执政了 因为当时觉得 供应老大口 供应家就发生做执政 我们供应有力量 好 大家好 这个政治的问题就靠了 而农民也不睡 这一天 毛泽东不在场 第二天 毛泽东在会上说 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 但毛泽东的话更重了 梁树敏是一贯反动 接着 梁树敏被与会者哄下了态 但毛泽东只是 梁树敏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他的政协委员照当 工资照发 梁树敏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不过 毛泽东明确宣布 要他做反面教员 梁树敏说他的一生中 有四个不料 第一个不料 即当初最反对高选 最贤物哲学 却不料以后反而到大学中去讲哲学 被人称为哲学家 第二个不料 小时候未尝读四书五经 后来却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 第三个不料 自己是一都市中人 未尝过乡村生活 后来却从事乡村工作 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第四个不料 是没想到乡村建设运动 严重教育或说是社会教育是一回事 但如果梁树敏活到今天 他应该会再加上第五个不料 不料在他的身后 既不张扬他的学术 也不考察他的乡村建设 似乎唯有1953年的顶撞毛泽东 被后人津津乐道 六十年代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 是政协委员改造自己思想的地方 梁树明既然是反动教员 自然少不了这个个头矮小 戴着瓜皮帽的老头 个子很小 说错的 他的脸都是绷着的 就没什么笑容 1966年 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离开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梁树明不可避免地成了牛鬼蛇神 厄运降临到这个 戴着瓜皮帽的封建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头上 他的住家成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 他和夫人被赶到院里的南小屋 小南屋是他们院啊 把手院的扫把呀 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一个喝辣到的 有没有查后就是有个门 我知道我查到他们那个家知道 小屋阴暗潮湿 门窗不掩 两位老人只能睡在水泥地上 那已经是夏末秋初 天气开始变凉 无一物均被抄走 梁树明只能把袭蕾毛巾系在腰间 以免照亮 这时的梁树明是困惑难过的 他事前茫然 事来震惊 事后仍不得其解 因为不解 所以梁树明便写信去请教毛泽东文革的意义所在 但没有回音 白天 在红卫兵的购骂声中 梁树明清洗厕所 打扫卫生 夜晚 他被锁在小屋里 勒励写交代 交代一生的罪行 红卫兵给了他一打白纸写交代 梁树明用这纸写了《如佛一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令人感慨他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 1971年林彪出逃 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 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政协也开会批林批孔 但梁树明却是众所周知的老牌尊孔派 别人喊了讲 不断地讲他 让他说 他说 可是我又说可以 我又说你得给我时间 为什么给你时间 说你得给我八个小时 两个半天 我又跟讲课一样讲 这种都可以 没有这样讲 从来没有这样讲的了 说我要从根上 从来讲 才能讲清楚 三年两月讲不清楚 1974年2月24日 81岁高龄的梁树明 身着中山庄 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 走进政协会议室 皮包里装着他准备的材料 他就讲了 林彪这个人 不是人 是个鬼 这就行了 这就对林彪最大的疲惫 他当众表态 不批孔 但批林 梁树明的话不静而走 轰动了京城 结果 正邪的批林批孔 变成了批梁 一次又一次宿命般的 在激进相同的挫折中 轮回反复 但梁树明不思改变 仍直输几件 直率坦言 他说如果 说他的性格是什么 就是刚毅 所以在别人看 有的时候 他就显得有些执着 有些固执 甚至 五三年就找到缺乏性大批判 一年多 一般人受伤这么一次批判 独自接受的这个经验教训 我是名盟重要的干部 我很清楚 五七年以后 许多职方子竟然喊成 不敢多说话来 那不是后来搞生意 后面竟然不说话来 那差点苦头了还在说话 而他不 我该说的时候 我还是要说 从1974年3月起 对他的大小批判会开了一百多次 杨树铭唯一的反抗武器是 沉默 他没会必到 道则沉默 中场休息 打打太极拳 从三月而七月 大帝君在学习批孔 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 批判了半年 再让梁树铭表态 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治 晚年的梁树铭 更多的是沉默 1976年9月 毛泽东逝世 而此后不久 四人帮垮胎 十年文革浩劫就此结束 对于这样一系列 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巨变 梁树铭仍是沉默 毛主席去世以后 他曾经说过 他感到寂寞 他对毛主席还是 看他的功劳 大 大于他的犯的错误 梁树铭对五三件事 他没有认错 他适合方形 他就说 我搞错地方了 我不应该是这么个残后 不给毛主席 把他 他作为一个灵袖 这么对罪他 这么 让他脸上不好看 在梁树铭一生最后的一段岁月中 他被冠以否定文革第一人 中国的脊梁 最后的儒家 可梁树铭始终对这些称呼敬而远之 他说 知识分子中有学术众人 有问题众人 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众人 自己一生所做 独立思考 表里如一而已 1988年6月22日 在走过近一个世纪后 这位老人的生命抵达了终点 他说 我要休息 我要安静 这是梁树铭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 这位95岁的思想家 与世唱词 在他灵堂的门前 悬挂大幅晚联 百年沧桑 救国为民 千秋公罪 后人评说 横批五个大字 中国的伎俩 世人评价梁树铭 通体透明 表里如一 言行相顾 而梁树铭自己希望的评价是 一个思想家 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 你对他适应影响 教育他们 让他们关心自己的村子的事情 自己出主意 自己想办法 自己动手 整理好自己的村庄 这个是他熟悉 他关切 他的力所能及的 我从这里开始来改变中国农民 最后 影响到城市 让全中国人都采取这种态度 来关心自己的国家 国家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我为这个国家处理 我为这个国家处理